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年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前面学了那么多模式方法 对不对 在P2P5.3以后 又新增加了两个模式方法 怎么说呢 有用到的时候 但是新增加的 原来在旧版本的不用它 也能完成一些东西 对不对 既然新增加了 咱们就了解一下 新版本里边这两个模式方法的一个特性 难度不大 比较简单 所以这节课咱们把新增加的放在一节课里边 咱们来介绍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模式方法 inwork 那这个方法干嘛呢 是创建完实例对象以后 可以直接调用对象 像调用函数一样 调用对象 你看 比如说 在前边咱们创建过 这个P对象 对不对 现在如果我直接 P对象加括号 咱原来对象里边 是不是直接这么去用啊 也用过这样的结构 对吧 这样是不是调用里边杠杠兔子论的模式方法 但是呢 新版本里边支持对象像变量函数一样用了 加括号去用 然后呢 调用什么呢 现在咱看一下 我在什么都不访问情况下 看到调用的是什么 是不是告错了 对不对 那函数名必须是一个字不错 而这个函数名呢 现在是一个对象引用 是不是就不行了 但是如果我在这里边 加一个模式方法 看一下啊 faction -invoke 加个这个模式方法 里边如果我输出一行 在对象引用后加上括号调用时 自动调用这个方法 就相当于括号加上对象加括号 相当于直接调用的是这个方法 知道吗 然后我们看一下 会不会有东西输出呢 还是提示我错误呢 是不是只是为了 对不对 也就相当于加了对模式方法 你在对象加括号的时候 就相当于调用的这个方法 自动调用 所以这个什么是自动调用的呢 对 对 像变量函数一样 这个方法 是在什么 对 对 对象 实力 之后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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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一样 调用时自动调用这个方法 那可不可以有参数呢 你看这里边如果可以有参数 比如说 $P$B$C三个参数对不对 那我在这份就临时写三个吧 $P$B$C对吧 当然是具体的什么应用的结构 什么应用的内容 根据你的实力情况去设置 对吧 你看相当于这个函数在外面 这会是个串三个参数 比如一二三一二四 小心一下 你看是不是一二四 对吧 所以你在这块上面几个参数 我在这会对象加块的话 就可以调到这个 是非常简单的 也比较好的一点 对不对 不然这再记得 在5.3之后加的这个 咱们现在用的是P5.4的版本 肯定也能用这个 对吧 这就是咱们第一个接触的 5.3之后新加的模作方法 例子我已经给出来了 刚才咱们做的例子 比这些稍稍复杂一些 对不对 再看一下模作方法 这个 靠搜寻 对 记不记得到前面学过 一个模作方法谁 看下上边 是不是学过这个 对吧 就是调用一个对象不存在的方法 是自动调用这个方法 对吧 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调用不存在方法名 第二是这个参数 对吧 那咱们看一下前面的例子的时候 咱们调用什么 ABCD 你看不存在的时候 到了P里边 有个哈喽的方法有吗 对吧 不存在的时候 会提示我们什么呢 是不是你调用哈喽方法不存在 而这个不存在的方法 是用哪个做出来的 前面 是不是用这个做出来的 对吧 那如果我这块 调的是 不是用对象来调用 是用类名来调用的境外方法呢 它会不会提示呢 比如说 Person 帮号 哈喽 会不会提示呢 不会吗 是不是告诉我们的 调用没有定义的方法 哈喽 对吧 那这我们该怎么办 是不是静态方法 所以这个支持普通方法 但是静态方法是不支持 不存在的时候 它不会去处理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加一个这个 Faction 对吧 下方线下方线 C L S T A T T I C 加个这方法 参数跟上面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是处理静态方法的 看到了 然后这块比如说IQO 输出一个 你调用的什么静态方法 达了块M E T A 方法 它 看到了 这个 然后呢 不存在 那参数谁呢 参数这块我也可以写出来是 连接一个 连接一个吧 嗯 达了符 用那个 E X P O 是E X P 这个方法是干嘛的 组合的吧 用逗号 用逗号将 参数 是不是组合成一个字符刀的 对吧 将数组中 呃 哎 它是分割的是吧 I M P O L R M P R O D E 这个方法是用多号将这个是不是和类连接在一起的啊 你看现在 如果没有参数的话现在电话哈罗是没有参数啊 你看现在程度就不是出错了 你看你调用的当然了这块呃必须是公有的和静态的啊 这块咱们需要注意一个事情 像跟这个方法类似 对吧 必须是静态的 对 S T T N C 来 我们看一下 这样的话 是不是你调用的静态方法哈罗不存在是不是有了 所以你调用静态的和非静态的是不是都有处理的了 所以在P2P5.3之后新加的这个方法就是为了处理什么 在调用不存在的静态方法的时候自动调用它 参数和那个是一样的 比如调用哈罗里边传传上三个参数 传上 嗯 一二三 那么我们再刷新一下 你看你调进的方法参数一二三不存在 是不是 嗯 而调用普通的方法比如OR的对象调用的 WORD 里边传一二三 是不是也有处理的方法了 对 是不是调用的你不存在调用的 WORD不存在 是不是提示了 嗯 所以新加的两模特方法比较简单 记住几个特点啊 和这个方法一样必须加什么静态的 而且必须是公有的 所有的模特方法在新大本里边都要求是公有的 对吗 嗯 但是你有私有的情况 比如够的话 私有是为了做单菜 嗯 是不是 其他的都是为了加上公有的 好 那这节课咱们新加的模特方法就交到这里 啊 那 下节课咱们还剩下一个模特方法 那么下节课咱们继续介绍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就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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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聚 刚好 转发 什么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